历代至上 第十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坡山有被杀扑倒的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雅比拿达 麦基署亚 自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这伤甚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 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离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 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菲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 菲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 就拨了他的军装 割下他的手脊 打发人到菲利士地的试镜 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 将他的手脊定在大滚庙中 激烈 雅比人听见菲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像树下 就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诡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位